現在呢我們用了將近800毫升的純水做攪拌之後 也是攪拌了十幾分鐘 終於看到有全容的跡象了 好把它轉移到1公升的定量瓶 那1公升定量瓶呢 我們習慣用鐵架架起來 因為很容易就會打翻 好現在看洪同學示範 把它小心的 將液體慢慢的倒到1公升的定量瓶 那稍後呢我們會定到這一條線 定到這一條線